她说她的工作签到重庆 说是对我好 为了让我家人满意 但是她也没有说 让我家人很满意啊 就是她来我家 亲戚朋友一起吃个饭吧 结果呢 她晚上还不去 说要和朋友一起看游戏直播 还说一定要我去替她解释 替她打眼火 你不觉得我这样太卑微了吗 我还要变一个谎言去骗他们 说你有事 我当时是 晚上跟朋友约好了 确实有事 而且中午已经去亲家吃过饭了呀 我中午正在吃饭里 也没有人跟我说话 我在那里也没法融入他们 我就感觉格格不入的样子 所以说我晚上才不想去的呀 那你觉得你这样对吗 在这段感情当中 你一直高高在上的 你不清楚吗 这怎么高高在上了 姑娘 就像我们在南京的时候嘛 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大学的 她的学校在市区 我的学校在郊区 坐公交 转地铁 大概去就要一个小时 回来还要一个小时 她呢就总觉得自己的时间比较宝贵 让我去找她 我就感觉吧 去到一个小时里面 就已经耗尽了 我想见她的那种喜悦之情呢 而且吧 这很奇怪 我去到了 还要再等她一会儿 她还不能准时地来接我 难道说你的时间宝贵 我的时间就不宝贵嘛 其实我也就一次两次 迟到个五六分钟 但是我去你学校接你的时候 我在你左手楼下 你在上面化妆 洗漱一个小时半个小时 我都等你了呀 我也没有 那我化妆还不是为了 好看呀 你有面子啊 还不是为你着想啊 还有啊 她呢 微信脑是联系不到人 我就问她为什么 结果呢 她倒好 所有的软件都设置着免打扰 为什么要免打扰呢 不是 她是所有人免打扰 还是只是你免打扰 所有的都是免打扰 那还好 不是针对你的就好 这是这样的专人 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还念本科嘛 那个时候 她什么时候发消息 我都是秒回的 但是后来考研 然后读了研之后 然后老师就要求很高 而且经常要做实验 实验室也很吵 所以我就不希望 经常来一些消息来打扰我 这样会打断工作效率嘛 我跟她说了 但她也不理解我 我怎么不理解你了 一般没有事情的时候 我都很理解你啊 但是有一个PPT 我自己也不会做 我就想让她帮我做 结果呢 我早上给她打电话 也没人接 发信息也没人回 我就等啊 等了三个小时 五个小时 结果呢 第二天 她再跟我说一句 哎呀 没看到消息 不好意思 我也没空跟你做 就特别耽误我的事 你也不准确地 给我个消息 不是 你不应该自己做吗 为什么她做呢 就是因为我不会 我想请教一下 她一些问题啊 但她又老是联系不到 我那次不是跟你解释了吗 我确实出差回来比较晚 而且回来睡 我都睡了 我第二天给你 发了消息也给你道歉了 道歉 你什么事情 都是我错了 然后下一次呢 接着饭 而且啊 你还特别喜欢跟我算计 就像我们去吃饭吧 因为大家现在都是学生嘛 她就有的时候 就感觉比较省 就说 哎呀 我请了你一顿 你就得回请我一顿 或者吃个饭吧 就总喜欢说 那我们A一下吧 就这样的话 让我听着就很不舒服 但是大部分都是我请的呀 我就想希望你能付出一点 在我学校 我们一起出去吃饭 该花的钱我都花了 去女学校 我让你请一顿 这样不对吗 吃饭要算计 喝水都要算计 喝水怎么算计 有一次啊 我们去游乐园玩嘛 哎 整天下来 都感觉很累了 我说你去给我买一瓶水吧 好 他倒是去了 等了二十分钟左右 人倒是回来了 水呢 空着手回来的 他说 他要来问我一下 这个水要不要买 我就感觉 你这么大个人 三块钱你都做不了主吗 还要怎样啊 你 你的预测 诺C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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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